然後這邊豪宿不要讓他泡泡水 休息一下 那裡面的狀況大概是怎樣 就楼場寸斷 楼場寸斷 所以都沒辦法出來了 禮拜四下午進來的時候 其實天候是還好 就毛毛細雨而已 從禮拜四晚上 開始下大雨 我本來是禮拜五 禮拜四晚上 清晨要撤離 想說安全問題我也不敢撤離 就一直到現在 民宿的老闆 那個 雲香的老闆這次盡心盡力 我們的遊客總共才六個 外面的很多媒體報導 其實不是正確的 那個雲香的老闆他開放 住宿收容 來不及撤離的遊客 跟附近所有的居民 他免費提供時數 外面報導其實不像 他們講的這樣子 事實就是這樣子 這次很感謝大家 救難協會軍方跟雲香老闆 跟全體員工 把我們保護得很安全的 感謝 有的寫說 那個雲香的老闆 收了五六十個遊客其實 報導都是錯誤 我們總共才六個遊客 很感謝大家 雲香總共才六個遊客 收場 收場 收入 收場 收權 收場 收場 by bwd6